请问一下 这个档案 这个Power BI档案 它的来源 它的资料来源 一定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拿到这个档案 它的资料来源 一定是来自我这台电脑 我这台笔电 对不对 可以理解吗 可是你现在你拿不到 我这台电脑的资料 所以你必须要把资料来源 重新改掉 改成你的资料 有听懂我的意思 好你看 所以我们如何去把 这个资料去做改变 首先在哪里做 常用转换资料 好 一常用 二转换资料 其实当我点了转换资料 我们现在到的是什么地方 请你这个 这个视窗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我们现在打开来的是 Power Query编辑器 已经跳到另外一支程式了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你看 最下面这边 最下面 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我有两张资料表 都做好了 就是把那个来源资料改掉 所以先做第一个 先做第一个 叫做收入下底线 Clean 1017 这个是最原始的资料 都没有做任何动作 然后接下来这个来源 来源 你看他这里面 他的最大的 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会把所有 我曾经做的动作 全部记录在这边 好 所以 所以第一个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先把资料 取得进来 他叫做来源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修改来源 最简单的一个改法 如果你 因为我希望你学会是 快速点两下 然后透过这个浏览重新去找 可以吗 所以进入Power Query 编辑器 一 点到这个收入 二 针对他的所有的步骤的第一个 就是来源 快速点两下 三 浏览 请去找下载里面的资料夹 确定 确定 可以吗 就这样子就做好了 顺便也把这一个一样的动作 这个 最上面 最上面 这卷周 你看我主要是要跟你讲这一个 主要是要讲这张资料的 最上面来源 快速点两下 浏览 然后去找下载底下的收入 Clean 收入 Clean 确定 确定 换你忙 做完这件事情 就请你常用底下 关闭并靠用 可以吗 好 没碍 很快 终于